缅甸战况第86集 今天是12月29日星期四 昨天我播报了缅甸军人 矮冬瓜派人去美国大使馆门口去游行 很多观众的留言非常有趣 大家说到 矮冬瓜和缅甸军狗为什么就派了20多个人 为什么不是200,2000,200,000 哪怕是2000人也好搞成一个声势浩大的 让军人去深冤一下 他们的委屈啊 没地方诉说啊 为什么就是20人呢 因为盒饭钱啊 20人的盒饭钱比较便宜啊 只要是2000人盒饭钱挺贵啊 第二个观众的留言非常有趣 他们去的人也都是戴着口罩和眼镜 所以很难看到他们的真实的面容 那为什么这些人都把自己搞得这么严严实实呢 怕人报复啊 你想想干这个不光彩的事只是为了领个盒饭钱 但没想到最后真的领盒饭 那他们可不愿意为了迷洋来 为了矮冬瓜 为了军狗们做这样的事 这是飞哥分享的观众的留言 那我们接下来播报今天的第一起事件 克伦邦亚洲公路高格利高加利地区 最近几天的战事当中 军方至少死亡45人 受伤几十人 其中包括一名少校军衔 KNU联军有伤亡 这次还是有伤亡了 KNU克伦邦这是缅甸的革命胜率啊 英雄辈出 我们播报的第二起事件 27日早上9点 博古市的水当地区检查站 遭游击队两个炸弹袭击 炸死一名军人 这个军人成本挺高啊 两个炸弹 为了他 我们播报的第三起事件 十该省的地培业地区26日 军人烧毁了民房700多间 几千民众无家可归 可恶的军匪啊 我们播报的第四起事件 28日下午4点30分 仰光拉达区区长办公室 遭游击队手榴弹袭击 守卫军人有死伤 这都是靠近唐人街22条 仰光的老的市区了 所以你看看 在这种地方都不太平了 我们播报的第五起事件 今天仰光四处行政办公室被炸 有死伤 仰光地下游击队也宣布 前段时间前往解放区局训的游击队员 暂时大部分已经回到了仰光 将对军人及相关的设施进行破坏 希望民众远离这些区域 这也回应了全段时间对大家的警告 在元旦时间要有大事情发生 看来大事临近 收看飞哥节目的观众朋友 在仰光地区的 也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要远离这些地区 我们播报的第六个事件 石改省人民英勇的抵抗军方的恐制 军人对石改当地民众疯狂的屠杀 想达到杀一净百的效果 但是激起了石改民众更大的愤慨 越来越多的民众拿起了枪 与军构作战 英雄的石改人民 石改是缅甸最勇敢的地方之一 石改也大部分是缅族人 有很多不太了解缅甸的情况的人 都认为是地方少数民族 在给军人抗争 其实不是 最核心的还是缅族人 他们在抗争 尤其是这些仰光青年 曼德勒青年 更多的去了解放区 他们勇敢的跟他们自己的族人在对抗 这是一个基本面 以上就是这次战况的播报 也希望大家更多的点赞评论转发 让更多的人了解缅甸的真相 也让更多的人来帮助缅甸 人民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也希望缅甸真正早日人 再重回一百年前的荣光 成为东南亚第一强国 祝愿缅甸越来越好 这样也不枉飞鸽这么的努力宣传他们 我们下期再见